被婆婆虐死重生后 我自带审好系统 只要我手撕绿茶婆婆 就能获得巨额奖励金 饭点到了 婆婆又开始装晕 我上去就是两巴掌 妈 医生说了 昏迷会伤害大脑 您可千万不能有事啊 故事开始 婆婆又装晕了 这要是放以前 我大概又会给婆婆倒一杯水 苦兮兮地去帮她洗衣服做饭 但现在 眼瞅着婆婆 婆婆身迎着闭上眼 我二话不说 扬起巴掌左右开弓 当即就给她扇猛逼了 手好疼 这两巴掌下去 好人都能给扇晕了吧 果然 婆婆瞪着大眼 又惊又怒 哆嗦着说不出话 妈 你有没有好点 王医生说了 你这样总是晕倒 对大脑不好 妈 我手劲是不是挺大的 幸亏把你打醒了 不然大脑受损可怎么办 婆婆气得两眼翻白 该不会要真晕了吧 我赶紧抄起桌上凉水壶 做事要往她脸上泼 你想干什么 你给我放下 婆婆吓得大叫 一个要子翻身 从沙发上跳起来 太好了 妈 你没事就好 我怕你又晕过去 想把你扑醒 电视上都这么演的 陈奥你是不是有病 婆婆破口大骂 是啊 我这感冒还没好呢 我得回去躺着 对了 阿妍快回来了 妈你赶紧做饭去吧 我抢了婆婆的台词 转身进了卧室 往床上一躺 开始刷抖音 而此刻 我收到了银行的短信提醒 宁伟号4344的银联卡 收入人民币1000万元 同时 脑海中传来系统播报 进度条的声音 婆婆怒气值60% 嘖嘖 当恶媳妇真爽 我叫陈奥 是个全职妈妈 名为豪门媳妇 实则婆家保姆 兼生育机器 半个月以前 我死在自家卧室的床上 死因是药流导致的大出血 可是 一生开的堕胎药 明明已经被我丢进垃圾桶了 我的灵魂飘在半空 看着床上血迹斑驳 隐约可见 一小块软肉横在腿间 婆婆戴着口罩 但遮不住她 紧拧的眉头 和嫌恶的眼神 晦气玩意儿 连个儿子都生不出来 我老沈家 要那么多丫头骗子 有什么用 就这么点堕胎药 居然就死了 死了到干净 年仅三岁的女儿 被眼前的景象 吓得连哭都忘了 扑在我床边 一个劲地想把我拉起来 见我浑身僵硬毫无反应 才苍白着小脸去找奶奶 沾满血迹的小手 刚刚碰到婆婆的衣巾 就被狠狠推开 后脑勺撞在桌脚上 嚎啕大哭 别碰我 脏死了 你妈都死了 你还在这干什么 去去去 没有人来接你 下见胚子 滚到我看不见的地方去 到了那种地方 你这辈子 都别想再回来了 女儿哭叫着 被拖走了 拖走她的不是别人 而是我的丈夫 她的父亲 沈颜 怒火和恨意 疯狂地燃烧着 我缥缈的心神 我忍不住狠狠地 向婆婆猛扑过去 眼前一道白光闪过 我彻底失去了意识 在醒来时 我依然躺在熟悉的卧室里 床上并没有可怖的血腥气 小腹微微凸起 仍是初孕三月的样子 直到看了一眼手机 我才惊觉 自己回到了新婚后的六个月 我腹中怀着第一个女儿 此时正是产检回来一觉睡醒 脑袋里还有点萌萌的 正差一间 脑海中骤然响起一个 陌生的机械女声 欢迎重生 由于您的受气指数 已超过99%的儿媳妇 系统特为您绑定神号系统 只要手撕绿茶婆婆 反抗欺压 破 就能获得巨额奖励金 奖励金与婆婆怒气直挂钩 尚不封顶哦 该奖励金合法独有 不作为夫妻共同财产 我愣愣地听着 一时没有反应过来 系统很快又特别提醒我 只有婆婆先动了坏心眼 我在反抗才有效果 也就是说 我不能无缘无故地猛杀婆婆 这有什么难 我那婆婆一天到晚 竟想着怎么难为我 比取经路上的妖精们还活跃 我还怕没有机会反击 我只怕把这个什么神号系统 给整破产了 医生看了吗 男孩女孩 见我出来 婆婆迫不及待地问 看到婆婆那张脸 我不禁想起 前世自己惨死的样子 和女儿撕心裂肺的哭喊 为了让我早点生的男孩 她居然偷偷把堕胎 要放进我的牛奶中 已经三个月的孩子 就这么被打了下来 而我也因为大出血 死在了床上 骨子里膨胀的愤怒 让我很想冲上去撕了它 但只一瞬 我便冷静下来 好不容易重生一回 不把沈家搅得天翻地覆 岂不是亏了 我这要像前世那样回答还不知道 转念一想 便微笑答道 是个女儿 婆婆的脸一下子垮了 片刻 她仿佛不甘心般继续追问 确定吗 会不会看错了 多找几个医生看看 别弄错了 月份这么小 应该还看不清吧 我默默翻了个白眼 腹匪着 你也知道还看不清啊 那还问什么问 医生说得很肯定 应该没错的 我自己也觉得是女儿呢 多好啊 我抚摸着小腹 故意往前挺了挺 婆婆的脸色沉了沉 漠然片刻又催我去做饭 是的 自从嫁进沈家 所有人都以为 我过上了腹太太的日子 其实洗衣做饭擦地板 都是我的活 婆婆美其名曰 让我锻炼身体 有助于备孕 又说我贤惠能干 做事力索仔细 那些庸人保姆手脚不干净 还是我来做更放心 于是 前世的我就这么给沈家 当了三年多的保姆 不过现在 我皱眉无嘴 弯腰干呕 一气呵成 不行了吗 我好恶心 头也晕得厉害 我得回去歇会 晚饭我就不吃了 我抛下这句话 转身就要回屋 却被婆婆扯住 那谁做饭啊 您做吧 这保姆佣人的手脚不干净 我也不放心 以后我就不做了 累得慌 你居然敢吩咐我 婆婆登时横眉树言起来 没等她说完 我又是一声巨大的干呕声 低着头做事就要 吐在婆婆手上 吓得她赶紧松开了 我的胳膊 我趁机溜回了卧室 咔哒一声反锁 下见胚子 怀个丫头还传起来了 怀个丫头是你没本事 要是让这丫头生下来 算我没本事 我耳朵紧贴在门上 听见了婆婆自言自语的恨声 与此同时 我的脑海中 再次响起那个机械女声 婆婆怒气值5% 手机叮的一声 500万这就来了 好戏还在后面呢 说来惭愧 前世我之所以在婆家如此受气 不仅是因为自身性格绵软好期 也不仅是因为娘家无人撑腰 而是因为我恋爱恼 哪怕知道沈妍娶我 只是为了完成任务 哪怕知道她在外拈花惹草一身是非 我还是义无反顾的嫁了 我以为我用心伺候她 孝顺她的家人 她总有一天会感动的 可直到死后我才明白 她是个连自己亲生女儿都不爱的禽兽 没关系 都还来得及 不就是想要个儿子继承家业吗 我是生不出儿子 但是我能把沈家搞破产 没家业了 就不用继承了 毕竟 算算时间 最多还有两个月 沈氏集团将会面临一个大风险 我记得 前世那段时间 沈妍四处奔走 最后几乎将家底掏空 车房变卖 又借了不少高利贷 才勉强堵上了窟窿 没有破产 好在后期抓住了好时机 才东山再起 恢复了往日的地位和财力 也是在那之后 我发现了沈妍出轨的事 但那时我已经快要临盆 况且 在嫁进沈家之后 我终日又于家务 没有工作 没有社交 就算当时狠心离婚了 也根本没有养活自己和孩子的能力 因此只能隐忍 甚至对沈妍的照顾 更加无微不至了 现在想想 真是脑子进水 我躺在床上蒙着被子 美美地玩手机 丝毫不理会 婆婆在外面摔摔打打 指桑骂怀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好像没动静了 直到天黑 沈妍才回来 推门看到我 脸色有些不好 你怎么能让妈做饭 那不然你做 我冷笑一声 沈妍第一次被我呛了一下 愣住了 我最近睡眠不好 你这段时间睡客房吧 我出去吃了点水果 就回卧室睡了 次日清晨 是被一个陌生的女生喊醒的 祸 这么快就雇了保姆了 这保姆四十出头的样子 姓张 看起来倒很老实 她端来一盅燕窝 说是婆婆特意吩咐 给我做了补身体的 看着香气浓郁的燕窝 我心下一栋 微笑着结果 我中午想吃鱼 张姐 你去市场杀一条新鲜的 好的 不过早餐我还没准备完 我去弄吧 你先去市场 晚了就没了 保姆答应着离开了 婆婆习惯每天早上都喝一盏燕窝 趁她还在洗漱 我赶紧准备好 张兰呢 婆婆下楼看到我在厨房 吃了一惊 她去买菜了 妈 先吃饭吧 我都吃完了 婆婆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目光扫过我那个已经空了的炖中 像是放心了许多 我端出婆婆那盏燕窝 眼睁睁看着她一口一口喝了进去 饭后 我借口出门逛街 离开了沈家 就在别墅区不远处的咖啡馆里 点了一份甜品 静坐着 不到一个小时 救护车叫嚣着急迟而来 我看看早已调制静音的手机上 有十几个婆婆的来电 心中一阵快意 我不急不慢地吃完甜品 又休息了一会儿 才回到家中 刚到门口 正遇见买鱼回来的张姐 但家里空无一人 张姐放下东西 才发现自己的手机 有好几个未接来电 而客厅的沙发上 竟然隐约有些血迹 我吓得指着那血尖叫起来 她也颤抖着手去蹭了蹭 脸色愈加苍白 是 是鲜血 妈 妈 我这才慌乱起来 边喊边跑进卧室 我就今天出门忘了带手机 怎么会这样 很快 我接到沈妍的电话 说婆婆住院了 她现在走不开 让我赶紧过去看看 我出门的时候还好好的 怎么会这样 沈妍沉默了一下 似乎很难启齿的样子 我再三追问 她才含糊其词地表示 是子宫出血了 比较严重 我差点笑出声 好不容易忍住 到了医院 婆婆还在抢救室里 走廊上有不少人 我神色焦急地走在人群里 大声给沈妍打电话 沈妍 我知道你忙 但是沈氏集团再重要 也没有妈的命重要啊 医生说妈年纪大了 现在很危险 很有可能会大出血的 挂断电话后 我才发现周围的人 目光全都聚集在我身上 在这个城市 沈氏集团和沈妍的名号 谁人不知呢 刚刚我声音应该够大吧 都能听清吧 我假装没有看到 那些探寻的目光 等到医生出来 就赶紧冲上去 医生 我婆婆到底是怎么了 她吃了堕胎药 导致子宫内膜出血 不过现在出血已经止住了 医生声音低沉严肃 但我却震惊地喊了出来 你说什么 我婆婆怀孕了 还自己吃了堕胎药 不可能 她都守寡十年了 说完这话 我才后知后觉地 往四周看了看 捂住了嘴 尴尬而慌乱地 拉着医生去了角度 不过 我用余光打量着那些人的表情 放心地确认 大家都听见了 而这时 婆婆已经被护士 推出了抢救室 听到我叫嚷的声音 原本就虚弱地她 两眼翻白 差点昏了过去 妈 你怎么这么傻啊 你这样让沈妍 怎么抬得起头来 我声泪俱吓地迎上去 引得周围人 再次投来吃瓜的目光 婆婆彻底晕了过去 叮 婆婆怒气值30% 我下意识地看一眼手机 哦呼 系统好大方 沈家这样的别墅 我现在能买十套了 婆婆转微为安后 被推到病房挂点滴 我努力收起难以自意的笑 跟进去伺候 当然 说是伺候 其实就是坐在一边 欣赏婆婆晦气的脸色而已 倒是心情的保姆张姐 一直忙前忙后 尽心尽力 妈 医生说你偷吃了堕胎药 你真的怀孕了 我一脸愁容 直截了当地开了口 你胡说八道什么 你才怀孕了 婆婆躺在病床上 虽然虚弱得很 不过气性还是挺大的 啊 我本来怀孕了呀 妈 你没怀孕 为什么要吃堕胎药啊 不对啊 咱们家哪来的堕胎药 我慢悠悠地说着 忽然像是想到了什么事的 瞪大了眼睛 戒备又惊恐地看着婆婆 妈 你不会是想给我吃吧 天啊 就算我这胎不是男孩 也不能这样啊 再怎么说 那也是沈妍的骨肉 你怎么能这么狠心 我说着说着就抽气起来 而此刻 沈妍正好推门而入 听了我的话 将了片刻 然后用难以置信的表情 看向病床上 毕竟 我这个绿茶婆婆 在儿子面前 可一向是温和慈爱 柔弱委屈的 像那种掐着沈妍回家的点 开始装无作样 洗衣拖地的事 一点都没少干 哪天要是她忽然慈眉善目地 让我歇歇 为我吃水果什么的 那想都不用想 必然是沈妍就在后面看着呢 我也是很费解 沈家也不缺那点 顾保姆的钱 怎么就偏要跟我过不去 什么都推给我来做 后来我算是知道了 当初我婆婆就是这么过来的 沈妍的奶奶 没少欺负她 这纯属是自己淋过雨 就要把别人的伞扯碎 何况我这个恋爱脑 一无娘架撑腰 二无经济能力 就算是沈妍 对我也不怎么上心 无非是觉得我安分又孝顺 最多给我一张副卡 让我一时无忧罢了 眼下 沈妍得知堕胎药的事 又听我这样说 忍不住皱眉问 妈 你真的 沈妍虽然不是个东西 也重男轻女的厉害 但从头到尾 都没有想过让我堕胎 面对沈妍跟我的质疑 婆婆慌了 怎么可能 你肚子里可是我亲孙女 堕胎药 那堕胎药哪来的 是你 张兰 是不是你 是不是当保姆心理不平衡 故意买堕胎药来 想害我儿媳妇 结果搞错给我下了药 妈的命苦啊 儿子啊 妈这都是替你媳妇受了罪啊 婆婆哭天腔地 一旁的张姐 被这突如其来的指正 吓得呆住 妙啊 这就是集中生智吗 我不禁默默地为婆婆鼓起掌来 她不去男曲班子唱戏 真是去了大财 可惜 她真的以为 我什么都不知道吗 张姐语无伦次地解释着 慌乱得都快要哭了 婆婆健壮 知道自己捏住了软柿子 更加强势起来 口口声声认定张兰动了手脚 害得她差点大出血 没命了 不过 像婆婆这么善良人厚的人 发泄完情绪后 自然也不会赶尽杀绝 张兰 我看你生活也不容易 这件事要是闹大了 你在这行就彻底待不下去了 算了 你走吧 好在我儿媳妇没事 我也就不跟你计较了 听听 多么大度 多么慈善 观世音路过都得叫生姐 我看了张姐一眼 见她虽然神色慌张 但是一听这话 态度却很坚定 要不是我带的 更不是我下的 我没做的事 不会承认的 我也不领你的情 报警吧 人命关天的事 不能就这么敷衍过去 婆婆一听连忙摆手 表示家丑不可外扬 沈家在本地何等有名 沈氏集团最近又在谈一项大合作 绝不能节外生枝 凭空多了丑闻 不过 爱母亲切的沈妍 怎么能轻易放过罪魁祸首呢 不过婆婆拼命劝阻 就要报警 看着他们娘俩争执不下的样子 我暗暗冷笑 低头看看手机 时间差不多了吧 很快 病房的门被推开 进来的不是医生 是警察 在他们各自惊讶的时候 我微笑缓缓起身 是我报的警 妈 这件事太严重了 不查清的话谁也不放心 万一是冲着您来的呢 这话让沈妍深以为然 破天荒地对我露出了欣慰赞许的笑 不过她没发现 婆婆的脸似乎更苍白了 张岚被警方带走审查了 原本婆婆也该配合调查的 但鉴于她身体尚未恢复 沈妍又凭着自己的人脉关系通融了一下 警方就表示让婆婆先养病 出院再说不迟 沈妍事务繁忙 急着要回公司 就叮嘱我赶紧再请个保姆 还是我来伺候妈吧 这刚请保姆第一天就闹出这样的事 我实在害怕 大不要我辛苦一些 总好过那些居心叵测的外人 你尽管去忙 不用担心 我态度柔婉谦卑 一身扶着腰身 一手为婆婆噎了噎背脚 好 辛苦你了 需要什么就自己去买 你的卡可以直接走公司的账目 不用每次都跟我交代 沈妍唯一的优点 可能就是对我还算大方吧 虽然我以前是个标准的贤妻良母 从来没买过大几万的单品 不过现在 不花白不花 送走沈妍后 我便懒洋洋的在一旁的沙发上躺下 翻着微信 顺手联系了一位 在国际珠宝行作拍卖师的老同学 五分钟时间 就敲定了一套上千万的珠宝 我倒不是想带 主要是听说夫妻离婚时 这种珠宝手势类的 不做分割 另外 我这老同学在古董界也大有人脉 找点熟人收几件古董 也是很轻松的事 当然了 我也不要真的古董 明面上花上几百万 实则买个宴品 再给卖家几万块的辛苦费 这种好事 谁会嫌麻烦 没错 我就是要变着法的转移沈家财产 然后离婚 虽然我现在靠着沈豪系统 已经资产上亿了 根本不缺沈妍这点 即将被掏空的财产 只是 我不想再当圣母了 这一次 沈家别想再 起死回生 我花钱花得正过瘾 婆婆在病床上 哎呦哎呦的身影起来 一会儿要喝水 一会儿要捏腿 你不是跟我儿子说要伺候我吗 赶紧的呀 嘖嘖 都这样了 还做呢 伺候呗 怕是以后没有机会了 我不辞辛苦地出了门 给婆婆买了一杯可乐 里面的冰块光朗朗的响 婆婆一见 一时瞪着眼睛骂起来 妈 这不是您教我的吗 上次我生理期 肚子疼得起不来 您说 是我体内淤堵 红糖水没用 从冰箱跟我拿的冰可乐呢 还真有用 从那之后我连续两个月没来立价 也就不疼了 您这个下红不止的 我看也该用这个偏方 我不由分说 扶着婆婆的后颈就为她喝 像她当初为我一样 这就是榜样的力量啊 婆婆气得浑身发抖 咬牙切齿地骂我 下贱胚子 原来你以前都是装的 你给我等着 我马上让我儿子跟你离婚 你就揣着这个丫头骗子 等着饿死街头吧 婆婆越骂越起劲 怒气直直线飙升 我看着不断上涨的银行卡余额 笑成了一朵花 半晌 鱼额不动了 我抬头一看 或赶紧摁响呼叫铃 这老绿茶把自己给气晕了 理所当然的 婆婆醒来的第一件事 就是打电话给沈妍告状 不巧的是 在这之前 沈妍刚刚接到了警方的通知 堕胎药的事 跟保姆张岚没有任何关系 硬说有的话 就是不小心把燕窝端错了 端给我的那一种 本该是被婆婆偷偷下了药的 可惜 张岚哪里知道婆婆的狠毒心思呢 可巧就送错了 警方看在沈妍的面子上 给婆婆三天的时间 出院自首 沈妍正震惊恼呢 婆婆就哭哭啼啼地打电话给她了 离婚 是得离婚了 陈奥的委托律师 已经把协议送来了 妈 你还是想想 怎么跟警察交代堕胎药的事吧 我在一旁听着手机那端的声音 无声地笑了 婆婆被挂断电话 傻了半天 才自言自语地念叨着 堕胎药 怎么回事 不可能啊 明明是那个保姆 不不对 陈奥 是你故意换了燕窝 一早就知道 是不是 婆婆不满红血丝的眼球 狠狠瞪着我 指尖颤抖 知道什么 知道你给我下了药吗 我轻笑一声 我什么也不知道 只是觉得 我那份燕窝盾得特别好 所以就孝敬给您了 果然是你 是你端给我的燕窝里有药 你自己承认的 是你害我 我要告诉沈妍 我要告诉警察 婆婆像是濒临蜜亡的人 忽然抓住了一根稻草 她顾不上手背的针 掀开被子 就要往下冲 妈 别急啊 养好了身体 才好坐牢的 哦 您还不知道吧 我们家的厨房里 装监控了 那天我让您做饭 您偏步 气冲冲地出去了 我想着 您大概是想去中介 请个保姆吧 为了让您安心 我就找人来装了监控 所以 就算您把包着药的纸 都烧掉 也没有用啊 我从未见过婆婆 有过如此灰败的神色 憎恨 恐惧 绝望 不过 这一切都还没完呢 婆婆出了院 还想让沈妍 帮她想办法开拓罪责 再不成 先找个地方躲起来都成 沈妍沉默很久 用恳求的目光看着我 我知道她的意思 婆婆想给我下药 结果自食其果 这件事 只要我不追究 这事也就过去了 离婚协议看了吧 我的条件都在上面了 我半靠在沙发上 休闲地吃着水果 就像以前 我累死累活的拖地时 婆婆指指点点的样子 陈奥 我知道这件事 妈做得不对 但她已经受到惩罚了 你想要沈家三分之二的家产 是不是有点态 你知道的 最近公司正在投资一个大项目 资金不足 再说 你前段时间 买了那么多珠宝古董 这些我都可以给你 沈颜面露难色 我还没说话 婆婆一听急得尖叫起来 指着我鼻子破口大骂 陈奥你做你娘的梦呢 我最多给你十万 赶紧离开沈家 桑门星 这十万就当你这三年的保姆费了 你可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折腾了这么几遭 我这婆婆已经力不吻老绿茶的人设了 以前还时常装娇弱半委屈 指桑骂怀阴阳怪气的演一演 现在装都懒得装了 不过 我早就不是那个软柿子了 这几句骂声 丝毫引不起我的悲愤 只会让我欣赏她的狼狈 沈颜 我嫁给你三年 包懒家务 孝顺婆婆 你都看在眼里 现在我怀着孕 差点被你妈下了药 这是一条人命啊 我的要求不高 也已经给沈家留了面子 否则 你猜你跟赵太太那点是被爆出来的话 你投资的这个项目 我的话还没说完 沈颜变脸色一变 震惊中带着难掩的畏惧 是了 她怎么会想到 自己一向是小心翼翼的 这点是 怎么会被我一个毫无社交圈的全职太太挖出来 我得意地看着沈颜 神情颓败地签了离婚协议 心中止不住地泛起一丝快意 婆婆给我下药的事 我明确表示不再追究了 我招呼着早就叫来的搬家公司 将提前收拾好的物品拉走 直接搬进我提前订好的江边别墅 婆婆依然在身后恨骂不绝 我走出沈家 打了个电话 喂 张姐 钱到账了 你查一下 我已经帮你请了本地最知名的律师 你放心去就好 很快 婆婆被保姆张姐起诉的事 传到了耳朵里 罪名是诬陷诽谤 立案调查后 婆婆被请进了警察局 作为案件的见证者 我也配合警方到了局里 再次见到了婆婆 想必是身体还没恢复 婆婆整张脸蜡黄干瘪 形容憔悴 手腕上两百万的翡翠镯子没了 换成了一副银手铐 身上裁剪得宜的定制衣服 也换成了皱巴巴的监狱服 不得不说 顺眼多了 只有那双透着恨意的眼睛 在看到我的那一瞬爆出冷意 时至今日 她还妄想着把脏水往我身上泼 可惜 你以为只有家里厨房有监控吗 你以为你找熟人从小诊所拿药 就神不知鬼不绝了 还有医院里 当初你口口声声指着张姐 把堕胎药的事扣在她头上 没想过今天吗 我把这些视频都交给了警方 证据确凿 张来一个保姆 能洗清自己也算运气了 怎么有胆子回来咬我一口 是不是你挑唆的 我气定神闲地坐在她对面 欣赏着那张气急败坏的脸 这张脸曾以止气使地凌驾在我头上 最后成了我的噩梦 才三年劳而已 我已经很客气了 不是我挑唆的 我缓缓说着 唇角勾起一丝弧度 准确地说 是我安排的 张岚所属的保姆中心 是当地等级最高的 沈家财大气粗 自然看不上普通的机构 我早就买通了负责人 给婆婆介绍了张岚 张岚正是到沈家前 已经收了我二十万 我跟沈岩离婚后 又给张岚赚了二十万 我是答应沈岩 不会再追究你下药的事 可张姐要起诉 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除了给她请律师 我有什么办法呢 我故作无奈地怂怂间 送给前婆婆一个微笑 哦对了 您就安心地在牢里住着吧 没准比在沈家还好呢 毕竟 沈岩已经快破产了 真是遗憾呀 我拖长了尾音说着 没有理会她震惊恐慌的神色 扬长而去 而此刻 脑海中的机械女生提醒我 婆婆的怒气值 已经到了百分之一百 神豪系统额外 发放了一笔巨额奖励金 系统派到任务 终于完成了 我卡里的余额 已经累积到令人咋舌的长度 但我并没有打算停止复仇 婆婆进去了 还有个渣男没解决呢 我说过 我不会圣母心的 上一世 婆婆要了我的命 现在 我不能以牙还牙 但至少要让她往后 都生不如死 先蹲上三年牢吧 恐怕现在 沈颜没有精力为她奔走了 因为她自己已经 焦头烂额了 沈颜不顾公司 各位股东的劝阻 以一股行为 那个所谓的大项目 投入了大量资金 现在的沈氏集团 已然是个空架子 经不起任何风吹草动 这么好的机会 我怎么能错过呢 虽然当了这么久的全职主妇 我根本没什么人脉资源 不过 金钱是最好的敲门砖 沈颜求上门来的时候 已经卖掉了 她名下的别墅和豪车 甚至婆婆留在家里的珠宝首饰 也都陆续出现在二首市场上 沈颜投注了大量心血的项目黄了 对方协款跑路了 报警后倒是抓住了 可惜对方已经身无分文 骗的钱都换了高利贷 现状就是要钱没有 要命一条 于是 那伙人跟我前婆婆一起 蹲橘子去了 可沈颜的困境却难以解决 于是盯上了 我手头那三分之二的家产 陈奥 你帮我一把 我发誓 以后一定会好好对你的 我现在只需要三千万 就能回过气来 等我翻身了 一定还给你 陈奥 我知道你这么多年 对我死心塌地 现在就是被我妈给伤的 只要你愿意 我立刻给你复婚 我跟那什么赵太太 再也不来往了 沈颜越说越激动 情不自禁地靠过来 蹲在我身前 伸手想摸我的肚子 从前我无数次地盼望着 她能跟我一样 温柔期待这个孩子 可现在 我只觉得恶心 我忍了又忍 才勉强压着情绪 继续跟她周旋 我才不信 你跟那个赵太太 不是情深似海吗 舍得断 呸 那个当父 要不是看她能给我挖到 赵启明的资源 我才懒得理她 赵启明那个绿毛龟 眼睛长在头顶上 对我爱搭不理的 殊不知她老婆 都要被我睡腻了 沈颜说到一半自知诗言 尴尬地看我一眼 陈奥 我保证以后只对你好 永远对你好 你总不能让孩子没有父亲啊 好一个父亲 以为打感情牌 就能让我心软 我买了这套房子 也已经所剩无几了 只有些古董 可能还值几个钱 你想要就拿去吧 沈颜一听 眼底都亮了 顾不上继续演身情 当即叫了专业人员 把我别墅里摆放的古董 搬了个金光 走之前 还不忘给我画个柄 说等她东山再起的那一日 一定会重新来向我求婚 看着沈颜的背影 我不有冷笑 东山再起 下辈子吧 我转手 将刚才录下的音频 和之前故人拍到沈颜 跟赵太太私会的照片 匿名发到了赵启明的邮箱 作为垄断级的商界大佬 赵启明是有资格 对沈颜嗤之以鼻的 不过 我很想知道 当她知道沈颜绿了她 会是什么反应 三天后 赵启明宣布离婚 赵太太净身出户 没有人知道其中缘由 只能私下 做些不光彩的推测 听说沈颜得罪了黑社会 被砍断了一只手臂 浑身重伤 在医院昏迷了三天 等她醒来后 沈氏集团 已经被三十几家合作公司起诉 要求赔偿违约金 股东们也纷纷要求退出 公司的员工集体声讨 要求发放工资 可沈家已经一贫如洗 听说沈颜连住院费都交不起 被医院赶了出来 她再次给我打来了电话 质问我为什么那些古董都是假的 我好像没说过那些是真的吧 我说他们值点钱 是值个几千块 哦 我忘了 叱咤风云的沈总 怎么看得上区区几千块呢 我拉黑了沈颜的所有联系方式 又过了三天 沈氏集团以其价值的三分之一 被人低价收购 听说沈颜拿了钱想跑路 但被公司的股东报警抓住 钱被拿去赔偿了违约金 而沈颜涉嫌职务侵占罪 被依法逮捕 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并处罚金 沈颜宣判的那一日 也是沈氏集团更新换贷 再次经营的日子 管理层大换血 而先前被拖欠工资的员工们 也都拿到了三倍补偿 大多都继续留在公司工作 公司的首次股东大会开始 我挺着已经明显圆润的肚子 缓缓落下 各位好 我是新任董事长陈奥 看着底下无数的目光 我忽然觉得 好像此时此刻 我才真的重生了 想当初 我也是金融专业的高材生 前世在沈家草草 结束了发烂的一生 重来一次 我绝不重蹈覆辙 沈豪系统获得的所有资产 我在全国各地区 是开了新公司 这些新公司招聘员工的规则 跟其他公司有所不同 只面对没有经济收入的全职妈妈们 早上九点上班 下午四点半下班 周末双休 享受产假及母乳假 我相信 整日幼于家务和孩子的全职妈妈们 身上都有一股坚韧不拔的劲 她们缺乏的 只是一个合适的平台 一个能让她们可以同时 顾及孩子和事业的平台 我愿意为她们提供这样的平台 因为我也曾是她们中的一员 女子贵自立 玩街洒花 谢谢你看完我的影片 我们下部史莱姆故事见